花莲县长傅昆奇连续两年获得远见杂志 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五星级奖项 其中居民幸福感 教育施政 以及消防及公安等三项施政满意度排名 都居于各个县市之管 远见杂志施政满意度调查 傅昆奇连续两年挤进五星俱乐部 县民对他的施政满意度与施政满意分数分别为 75.9% 78.74分 两项都同时创下县市长民调以来的最高纪录 他的眼光很厉害 我们这个县市是要跟世界救援 我们要跟全世界进步的观念救援 这个城市靠了很多 花莲县长傅昆奇感谢民众的支持 并希望将花莲打造成兼顾环保的观光大县 能够再一次的得到五颗星 这表示我们县府所有上下七千多位同仁 共同的努力 跟乡亲的腾齐支持 最重要 花莲三十几万人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而且能够攜手同心 共同一起来打拼 把花莲能够营造成为 一个急速发展 环保观光兼顾的这样一个城市 五颗星的评价 花莲在地的民众最了解 观光来说的话 就是观光客也多很多啊 然后对民宿的业者方面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是有比较好的影响 觉得蛮不错的 每一年都有那个星光的那个歌唱 现在国中生都是 国中生的骨参费都就是免费的 花莲县近五年的施政满意度 从2007年开始 分别为四星三星三星五星五星 成长的幅度 看见近两年民众对施政的肯定 新唐人亚这件事 杨天赋红国圣 台湾花莲报道 杨天赋红国圣